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367集 大哥写的字 一日天还没亮呢 徐甫灯火通明 婶婶顶着俩黑眼圈 亲自帮许二郎收拾笔墨纸咽等考试物品 以及烤场中吃的糕点 馒头 肉干 清水 娘 不用带这么多吃的 一场只烤一天 黄昏便出来了 许新年见母亲不停的塞吃的东西 连忙阻止 会事有三场 一场烤一天 每一场间隔三天 历时九天 准备妥当后 许平智带着妻子 女儿还有侄子 一起送许新年去贡院 许清安和许平智提着灯笼一千一后 不多时 一家人到了贡院 贡院外头聚满了硬考的学子 街道两边 有数十名官兵维护秩序 高举火把 二郎 这是大哥写的诗 月后几份啊 许清安 把两张纸条递过去 许新年不动声色的接过 不动声色的展开 看了半天 差点没看懂 大哥写的字 尤其是小字 别具一梗 好事 但是许新年仍旧于心底赞叹了一声 倘若真能猜中题目 他也许将大放异彩 许新年记下之后 撕碎纸条 正要告别家人 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人吟诵佛号 回头看去 是个身材魁梧的大光头 正双手合十 朝他露出了讳莫如深的笑容 我认识他吗 许新年心里闪过疑惑 但礼节性的回了一个笑容 大光头微微汗手转身离开 目送二郎排队进贡院 沈沈和灵月提议回府补教 许灵音提议去桂月楼吃早点 许灵音的提议遭大家一致的无视 许清安惦记着府里的钟离 生怕自己晚些回去 他已经离开人世了 回府时 东方微夕 许清安推开房门 见钟离盘坐在地上 披头散发 看不清五官 这女人怎么总是披散着头发 也不知长得如何 见证的弟子感觉都怪怪的 反而是吃货妹子最正常 许清安清了清嗓子 你不必藏着掖掌 我可以把你介绍给家人的 这会给你家人带来厄运的 大麻烦不会有 但小麻烦不断 厄运是时刻影响着身边人的 而他们不知道我的存在 就可以避免 那算了 距离某时还远 许清安打算吐那片刻 突然一阵心急 这是帝叔聊天群 有人冒炮了 许清安问道 你能转过去吗 好的 钟离乖巧的转身 背对着他打坐 多一个人就是不方便啊 许清安这才摸出地书碎片 借着蜡烛的光芒阅读传书 我打算去京城了 率先回应李妙珍的 竟然是极少冒炮的金莲道长 交匪结束了 交匪结束了 那春歌他们也该回来了 许清安心里一喜 当初他以云州案的信息 与一号做交换 想从一号手里 得到人宗这一代弟子里的佼佼者 但一号莫名其妙地沉寂了许久 时至今日仍旧没有兑现承诺 几分钟后 一号的传书过来了 大段大段的传书 仁宗这一代的弟子修为不强 最高的晋晨也才七品晋 但有一人 我不知道算不算年轻一代 什么审物 修为如何 此人是读书人出身 原刑二十七年的状元 原刑二十九年突然辞官 成为一介白身 他与洛玉衡的师兄林韵道长 一师一友 得林韵道长传授人宗剑法 心经 此人天赋极高 契文修建三年后 便踏入渐行通透的境界 随后挑战金螺张开泰 惨败之后 便云游去了 被魏冤誉为京城第一剑客 他与林韵道长没有师徒之名 却有师徒之识 我这算不算人宗弟子 读书人出身 气文修建 京城第一剑客 与人宗道长有师徒之识 这浓浓的济世感是怎么回事啊 许清安一愣 陈吟过后想到一个人 却又觉得太过荒诞 这时候 我已经回京了 果然是他呀 秦联道长真是要搞事情啊 知道天人两宗水火不容 偏还要把他们一起拉入地数碎片 许清安心里嘀咕着 有意思了 四号和二号要来京城死逼 等等 如果只是李妙真来京城 我自信还能应付一下 毕竟死而复生是可以用脱胎碗解释的 而且 李妙真和我一样都社会性死亡过了 彼此不会太纠结 四号也来京城的话 许清安脸色一变 就在这时候呢 五号也冒泡了 好巧啊 我明天也要离开兰江去京城游历 等我到了京城 大家一起喝酒啊 啊 什么情况啊 怎么回事啊 如果五号也要来京城 以五号的智商 四号和二号肯定不放心 他单独一个人的 到时候难免来一次 线下面机 而我也在京城 李妙真又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不行 这个锅 一定要让二郎给我背 五号来京城做什么 游历啊 李妙真 压下惊恶的情绪加入话题 五号 你记得不要暴露自己是古族的身份 大凤人讨厌古族 江湖险恶 即使你被坑害了 官府若是知道你是古族人的身份 多半会置之不理的 而在很多下九流的江湖人眼里 对古族人采取任何手段 都是天经地义的 当年山海关战役中 南疆蛮族和北方蛮族结盟 与大凤是对立阵营 再加上这些年 南疆蛮族为了夺回师弟 常常骚扰大凤边境 双方可谓积怨已久 而南疆的古族 也在南疆蛮族的范围里 丽娜想了想 觉得自己既不怕毒 又不怕武力 没什么好害怕的 但既然二号如此热心提醒 她传说感谢 好的 我会注意的 接着 李妙真传说道 四号 虽然我们都是天地会成员 但宗门恩怨得放在前头 见面时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 生死自负 这大家都是群友 没必要这样吧 群友聊天结束 许清安收回地数碎片 抬头 看了眼背对自己的钟离 是不是这个女人 给我带来的厄运呢 我还是找见任退货吧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